大鹏视频没看完 纵使吃鸡也枉然 哈喽大家好 我是大鹏哥 我又来陪你们吃鸡了 今天呢就不去打架了 教大家找一些雪地地图里最隐蔽的地方 要是决算千刷的好 保证敌人眼睛找瞎都找不到你 如果你想当一个优秀的老外币的话 这些地方你一定要了解 第一个 南部地区雪融化的草原上 杂草比较旺盛 这里呢有一个很好的藏身之地 就是这种拖拉机的轮胎下面 这里的草很多 起到了很好的遮掩作用 巨大的轮胎也是完美的掩体 找好角度还可以成功反击 伏地魔保地之一 第二个地方 就是这些大桥下面 看 一个天然的隐蔽空间 这里面不但隐蔽安全 活动空间还很大 多卡卡视角 就能看到左右的人一手难攻 如果决赛圈刷到这里 一定要赶紧来抢上这个好位置 第三个地方 城邦里旋转楼梯的底部 只要一直往下面跑 然后爬下来钻进去 这样就可以了 城邦每次跳的人都很多 如果你枪不够刚 或者跳晚了一步 就可以来这里避避风头 上次碰见个人 躲在这里 差点给我想出心脏病 第四个地方 也在城邦 我不说 你们肯定不知道 首先呢 我们来到这个窗台 从窗台挑到城墙 再沿着城墙走进去 就走到了这个墙角 这个地方知道的人不多 只要不发出声音 敌人几乎不可能知道你在这里 第五个 就是这种房子的房顶 这样的房子在双桥镇特别多 怎么上去呢 先来到房间的三楼 然后跳上窗台 蹲下来 慢慢往外面走 这样就成功 来到了屋顶 屋顶的视线无敌 适合狙击手 找不到人的同学 一定要多爬爬房顶 好了 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 那就厉害了 也在房顶 我们爬上去 看见这个烟囱没 这是可以进去的 躲在这里面 谁都打不到你 视线还好 可以好好看一下外面的人 要是情况不对 一个翻身就跑出来了 可攻可守 强力推荐 最大的缺点就是 进去之后会一直跳 看着人心烦 好了 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大鹏介绍的这些地方 你们学会了吗 你还知道什么隐蔽的地方 快来评论区留言吧 下期再见